Hello大家好,我是Yomi正好妙 今天给大家说的包呢是LV新出的一个小可爱 为什么叫它小可爱呢 因为我觉得它是三合一跟五合一的孩子 就是这款2021年新推出的一款 我们叫它新款三合一 你在它身上真的可以找到三合一跟五合一的影子 有没有 首先呢它尺寸是小小的 就很袖珍很可爱 把它跟我手里面的经典三合一来对比一下 经典三合一的底边长度呢是21厘米 新款三合一的底边长度呢是17厘米 看出来尺寸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这样对比一下 整个比经典款三合一是小一圈 但是呢它这个尺寸设计还是挺合理的 我的手机呢是iPhone的12 Pro Max 就最大号的手机 放在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新款三合一的侧面是比经典款三合一的侧面 稍微宽那么一点点 其实就是3厘米跟3.5厘米的差别 但是大家知道放在包上面多出0.5厘米 也是可以去增加一些容量的 然后它的尖带呢就是很有五合一的影子了 首先它是有且只有一个墨绿色的 上面也是这种带LV的logo 也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但是呢它又比五合一的那个尖带的宽度 是要窄一些的 这样跟这个小包在一起就更配 然后背起来也会更秀气一些 然后当然这个尖带上面呢也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卡包 而这个卡包呢里面也是墨绿色的 大家试了一下 大概可以放下七张银行卡这个样子 包包的主体 它也是这种按口跟三合一一样的 里面也是墨绿色 然后有三个卡位和一个比较大的夹层 这个经典的三合一呢也是这种按口 然后里面有两个这种额外多出来的小包 一个是这个卡包 还有一个是装纸币的那个拉链的包 然后经典三合一呢配的是链条 三合一上身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新款三合一呢 它配了这个翻铺的宽肩带 完全没有个肩膀的这个问题 背上身就是这个样子的 春天搭一个卫衣或者是夏天穿T恤都很合适 这个小卡包呢是可以拆卸的 如果不喜欢放在胸前的话呢 也可以挂在这个地方 就当一个包包的吊饰用 或者是放在你的裤子上 当一个小小的装饰 也是挺可爱的 当然也可以拆下来放在你其他的包里 就当一个正常的卡包来使用 或者是可以把你的钥匙挂在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你出门这里面塞几张卡 然后放一点纸币 再带上你的钥匙直接一串就可以出门了 甚至包都可以不用背 放小卡包的这个环呢 你也可以放一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小吊饰 它这个肩带呢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单肩背 或者当胸包 腰包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橙色软件 配不同长度的链条 它就可以变成腋下包或者是手提包 就类似LV的麻将包那个系列的 就用起来也是很精致 新款三合一呢在中国的售价是12600 介于他的父母三合一和五合一之间 我觉得非常适合那些可可爱精致又秀气的女孩子来背 好啦这个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虽然是炒冷饭 但是止不住真香的LV新款三合一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